大家好我是Leo 今年32歲的台北人 Leo 那您跟大家講一下說 你目前從事什麼性質的工作 我白天是個上班族 那其實我是一個對古典風水 非常熱愛的風水管家 那這份工作 是什麼部分讓你 那麼喜歡那麼熱愛 其實是這樣 2011年就是去年 對我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年 去年的時候我步入婚姻生活 然後正處於人生剛起步的時候 卻讓我面臨了 創業失敗然後欠債 還有轉業困難等等的困境 可是 當時大概就是 諸事不順呢只能用這四個字 來形容當時我的狀況了 那直到我認識我的老師 風水老師偉倫大師 那他是一個非常特 非常有非常特別的一個風水老師 他依據他古典風水的原則 他創造出一套專業 而且有條理的教學大綱 讓學生們可以輕易的上手 然後並且很容易的把風水的 應用在自己的生活裡 那當初是為了讓自己更好 所以我本的這個出發點呢 去學習 開始研究這個風水這門學問 那跟著老師學習之後呢 我知道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風水其實並不是明星 他不關拜神 也不用燒香 更不用做法 他不用花大錢去買一些沒有用的擺設 這樣子 那這份工作可以帶別人們什麼樣的幫助呢 其實風水是一門其來有志的科學 當你真正了解它的內容之後呢 你會發現哇其實風水真的很簡單 他就是這個樣子 現在我是國際古典風水學院的台灣 台灣區域的負責人兼培訓講師 那風水不論你信不信他 他真的有效 那招財桃花找利友 那愛情事業樣樣有 我覺得利友他很酷 就是他現在做的這行業 是風水管家的工作 然後我覺得風水配合科學 是未來一個很紅的行業 然後他現在正在起步 然後我很看好他 利友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去年遭受到一些創業上的一些挫折 然後但是他不但不放棄自己 然後進而去學習風水 所以他現在已經成為風水上的一個大師 我希望以後我也可以向他請教上一些風水的問題 你覺得利友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點 其中有一點就是他曾經有創業失敗 那這個我可以感同身受 因為我在民國大概90年的時候 也是跟朋友創業開一家公司 那後來也是因為不是很好 因為他是大陸投資嘛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們要記住 就是失敗為成功之母 失敗中可以學習成功的一些飼養 那也很高興他在事後有接觸到風水 那他也是成為他的興趣可以幫助別人 我覺得利友是一個有想法有企圖心的風險管家 我覺得利友是一個非常年輕向上的一個年輕人 雖然他在他的事業有挫敗 可是他還是永不放棄追求他自己的生活 而且他在風水這一方面找到他自己的自我 然後順便能夠幫助一些他身邊的朋友 或者一些陌生的朋友 利友給我最深刻的一點是說 他因為他生命上有一些體驗 然後接觸了風水學 然後因為學了以後 學習了以後 然後就去發展他的這個部分的專長 然後帶給別人健康快樂 然後成功 所以我覺得他很棒的地方是 就是招財桃花找利友 然後愛情事業樣樣有 所以他實在是真的是很棒 然後因為生活上的經驗 然後創造出一個新的一個事業 我覺得利友他雖然只有三十幾歲 可是我覺得他精神可嘉 就是他去年又結婚 然後創業又失敗 可是他不會因為這樣 就放棄他創業的夢想 所以他現在又開始研究風水 他對這一方面非常有興趣 我覺得他這樣子努力研究下去的話 將來一定前途無可限量 而且會再創造世界的高峰